DNC2022 ICT P1A MC第四题 这题只有一半多少少的考生答对 题目问关于Tools Complement 二宝马 题目就给了四条算式 每一个算式都是一个4bit的Tools Complement 如果我考了这么多届通常都是8bit 因为今年2022年就考了用4bit 简单点 我问这里有四题加数 哪一题加数会产生overflow error 简单来说加数的答案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加数的结果是大于它能够表达的数字的范围 首先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规律 就是凡事我们想看两个Tools Complement 的Code 商家有没有overflow 如果两个正属商家或者两个负属商家 是有机会产生overflow error 如果一个正加一个负 或者一个负加一个正 是没有机会的 没有机会有overflow error 在这里我们暂时就不会详细再评论 如果想了解 就要看看我以前拍过的影片 跟着看看这些加数 哪些数是正数哪些是负数 我们就要看看 根据Tools Complement 凡事零行头就是正数 所以这里有三个正数 所以这里有三个正数 一行头就暗示 或者代表是负数 所以有五个是负数 所以第一个正数加负数 这个是没有机会产生overflow error 所以一定排除A 而第四个答案D 这里虽然负数加正数没有机会 是overflow 但是后面正数加正数 这里有机会的 不能够排除 所以有可能答案就是BCD 接着这里我们真的不需要真正做一个 二讯席加个数 因为它只是一个4bit的bit pattern 接着这里有公式 最大的正数 如果它是Nbit 最大的正数就是2N-1次方 再加1 最小的负数就是-2N-1次方 在这条题目的情况 N是3 所以最大的正数就是正7 最小是-8 如果加速来的数 是超乎这个范围 即是小个-8 或者大个正7 那就是有overflow error 我们可以画一下 蓝色的地方就是overflow 然后我们看一下B的选择 1-1-1-1 如果是属the supervisory predict2-1 体质 这个呢 其实是负1 这个取1 如果不那么熟的话 我还可以这样计算 这里1位2位4位 这个本来是8位 但是因为 it happens 它是1行头 我们给负负它 所以这个就是 负8加4加2加1 等于是负1 这个方法是 resources 它zatzErcultural的 这些人的code是等于一个什么十准细的数字 -1加-1,-2,这个当然是没有overflow error no overflow 接着我们看第三个,这个是4位-8,-8加4 这个是-4,-8加2加1,这个就是-5 -4加-5,-9,-9小个-8 所以这个是有overflow error 我们稳定这件,再查D的答案 -0100,这个就是-4 -011,2加1就是-3,4加3这个是-7 -7,刚刚等于最大可能的正整数-7 所以这里是没有overflow 如果这里没有overflow,前面再加负数都不会overflow 因为是一个负数再加正数,燃样 所以最后答案,C4CAT 再多 changer回答 !' línea